其實我要建議慧如一件事情 其實慧如我覺得 她已經就是恢復她那個 對 非常完美的身形 然後她素顏皮膚也很漂亮 可是你知道嗎 像我 我就是從小 我的臉部肌肉特別發達 什麼意思 我講話表情特別多 對 然後我 你知道我從小就有土地公文 因為你講話也會台美 我沒有聽過土地公文 你們有看到土地公 就是上面都會有三道文有沒有 這是新名詞嗎 沒有 就是我們在講土地公文 然後 她講話也會台美 對 我的表情很多 我臉上表情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 我很容易皺眉 我很容易皺眉 因為到我們這個年紀 可能視力開始 老花 我以為什麼原因 很容易皺眉 所以我在不經意的狀況之下 我會是抬頭文很嚴重 要皺眉 然後人家就覺得 我在生氣 我也是 對 慧如就有可能會有這個 因為第一 你現在有很多高強度的運動 在很多的高強度運動的時候 你全身的肌肉 會包括臉的肌肉 都在動作 我做運動的時候 臉部的肌肉非常的用力 對啊 你可能會這樣 為了要退休 可是因為你在運動的時候 有些時候那是無法控制 因為你就是要想要達到你的目的 對 那像慧如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演員 對 有些時候你很多這個表情 對 是很需要的 對 是很需要的 可是因為太多的表情 也可能就跟我一樣 我平常講話很多表情 越多表情 越常動的 你就越容易有紋路 有 這幾年我發覺我的那個 滷地公文 你看現在也有一點點 就是有越來越明顯 我以前曾經有試著嘗試去打肉毒 就是這樣 可是表演的人不可以打 對 我就是第一次打完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 因為打完確實那個紋路不見了 可是我的眉毛掉下來 然後我的雙眼皮不見了 然後我想要抬 抬不行 對 完全動不了 後來就不敢再去嘗試這個肉毒 我就想說怎麼會打完是這個樣子 其實你們知道嗎 肉毒是所有的醫美的療程 裡面 大家接受毒最廣 而且是入門的 就是說 當我發現我臉上有一些細紋的產生 大家通常第一時間都用肉毒來解決 可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以前有打過一次肉毒 但我打完之後 我只有嘴巴會動 我那時候就嚇到了 所以我大概有五六年的時間 我完全不敢碰肉毒 最近看到了一位好萊塢明星 叫Greenness Petrol 就是鋼鐵人裡面的小辣椒 因為她是一個崇尚自然生活的一個女星 我發現她介紹的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去問我的醫師 我就去問我的醫師 他說那一個是屬於叫做純淨的肉毒 以前的肉毒它製作的技術就是 肉毒會包裹住 外面它會有一個這個複合性蛋白 那我們打肉毒進入到我們的皮膚的時候 它會快速的擴散 所以如果你的醫師的劑量沒有打好的話 它就會快速的大幅度面積的擴散 所以導致你會 難怪會壓眉 壓眉 或者是有人打魚耳蚊 一打之後反而法令蚊變得很嚴重 因為它這一塊整個垮下來了 難怪 或者是打這個眉尖蚊 一打完之後它發現 它的眉毛會變Angry Bird 對 那我講的它那個所謂的純淨的肉毒 它就是利用技術 它是一個德國的非常知名的大藥廠 它就是利用技術 把外面包裹的這一層複合性蛋白 把它拿掉 讓它非常純淨的 以原本肉毒的狀態 然後你去施打的時候 我跟你講它差別在於 傳統的肉毒 它可能假設我打下去 它會是擴散這麼大 可是它這個純淨的肉毒 它的擴散可能只剩下大拇指 就是有打進去的點的周圍 對 就是醫生可以很精準地說 我只想要調整這個眉毛的位置 它打那裡就不會讓你沒壓眼 像我 我有打過 可是你看 我完全可以有表情 對 可是你還是有聞 對 可是 這個就看溪美姐講的 像做表演的人 不能完全沒有 你不能完全沒有 都不會動 因為我們在看表情的時候 常常看那個戲 你是哭了嗎 對 你哭了沒 你現在在哭還在笑 有一些演員會覺得 他是在笑還是在哭 就是好萊塢有一個明星 就被導演警告 你不要再打肉毒了 因為你哭我都看不懂 尤其是 尤其是很多愛美的女生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有打過肉毒 他會習慣就是那個 要像熨斗燙過一樣很平 可是我跟你講 長時間這樣子很平的 這種狀態之下 很容易導致你的雙眼皮 會越來越垮進去 他們發現 就是傳統的肉毒 可能會有抗藥性 抗藥性 也就是說一般的肉毒 一般的肉毒你打完之後 大概可以維持四到六個月 有些人可能會可以到八個月 但你如果發現 你打完之後 兩個月 怎麼了 就好像已經回來了 身體習慣了嗎 對 這個就是抗藥性 因為這一個複合性蛋白 它會形成我們人體的免疫 去攻擊它 去產生抗體 去哪裡買純淨肉毒 沒有 就是在診所 你去醫美診所的時候 他的全名就是這樣子 你就跟他講純淨的肉毒 然後他的差別在於 他必須要 因為他一直的 他就是很細微 像我的額頭 我以前 就打幾針 打以前的肉毒 我打六針就可以了 那現在 現在我可能要打12到15針 所以他範圍變細 對 多點開花 要這樣慢慢 他就是慢慢的 很精準的去打 他就是慢慢的 很精準去打 像我講到抗藥性 這一點有什麼可以證明 你知道嗎 韓國可以說是醫美大國 對不對 他們的韓國的食藥署 他們之前曾經發表了 一則通告 就是說 肉毒會有抗藥性 請醫師與消費者要注意 醫師一定要 為消費者做嚴格的把關 不要消費者要打 你就讓他打 醫師